滚滚红尘 分邪如佐 到处平漂泊 最落魄 颂 苏氏 分邪如佐 人生到处平漂泊 偶然相聚还理所 多病多愁 虚信从来错 尊前一笑修辞却 天涯同是商沦落 故山游富平生曰 希望峨眉 长线龟飞鹤 第23场 十 夜 景 街上 韶华家楼梯下 人 韶华 小夫妻 岳凤出场 韶华在跑 前一场镜头中狂奔的玉兰跑成了韶华 韶华家附近有人叫快跑捉人了快要戒严了有吹哨子叫人站住的声音 有一声枪 有一声枪声 人奔跑声 乱 脚步声 韶华的网栏中不过是两瓶牛奶和一达卫生纸 他只是在夜间 出去买些日用品 就在家附近 却被吓得很厉害 他拼命地往家中跑去 推开小院中的门 再往自己二楼房间冲在黑暗中 一道强光突然由楼梯上向韶华啪一下照住了 韶华 呀 惨叫起来 照他的人陪着韶华一起叫的 岳凤 呀 岳凤又用手电筒照自己 又再照韶华 岳凤驾叫 韶华真叫 当韶华看清楚了来者是谁时 又叫 这个叫 快乐得惨叫了呀 尖叫 死小孩 扑了上去大叫 岳凤和韶华抱在一起 缠在一起的时候 楼下房东太太开门看 看惨叫是为了什么 楼梯灯被打开了 两个好朋友 彼此须须须把岳凤一个军人般的背包 拖上楼梯 轻手轻脚的 第二十四场 韶华房内 韶华 岳凤 韶华将门一关 靠在门上 笑止岳凤那副辫子也打毛了 脸上风尘仆仆又沾了一抹黑色的样子 破人跟个也男人私奔到大后方去 那么些年也没有消息 韶华声音终满是喜悦 啪用中指和拇指两指一弹 不得一想 我们这种爱情动物 有了男人还会通消息呀 好大声音哦 不过我告诉你哦 当大事是的 你的照片可是一直放在这里 把胸口中一条绳子绑着的鸡心向韶华举一举 男人这种东西常常要换的吗 不如只放你在我心底 岳凤讲到了心底时 声音好有节奏 比较省事 音乐偷偷配进来 韶华听见这话的同时 心里的一种东西 又被触及 此时音乐又进来了 韶华的脸上满是温柔 又假扳脸 对岳凤 已经取了一个自己的茶杯 喂岳凤倒牛奶 书读了没有 递上牛奶 接过牛奶 又不吃 往桌上一放 我这种人怎么会读书吗 还不是跟了我的他 在街上演话剧 好大声窝 嘿 放下你的鞭子来 做出话剧里的首饰来 向空气对面一指 大喝 才看 以你的房间不错吗 只有这个我认识 直指流声机 再突然把自己 吓了一大跳 因为这才正眼看了韶华 韶华根本是 刚刚跑戒严 跑散了头发 呀 惨叫 你怎么那么憔悴 韶华又被岳凤的叫 吓了一次 我看你呀 不是没有饭吃事 想用词 哦感情的饥渴 好 招出来 隔壁房间住的是谁 小 住着一个我最喜欢的人 因为他从来不在家 跑单帮的这楼上 等于我一个人 你的他呢 上句于老板出场伏笔 吹了 爱大概已经在延安了 又地上牛奶 你吹他 把牛奶一口气喝下去 我吹他 他妈的 委屈了 三字经慢慢骂 一天到晚抗日 新中国 又加快了语气 好大声哦 我就问他 到底 救国重要 还是救我重要 我逼他 不给他睡觉 逼到天亮 你猜他怎么样 他不说 我再掐他 他说救国重要 他厚脸皮 还说我救国 不彻底 我就说 大声 没有爱情 就得了什么国 啪打他一个耳光 就逃回来了 爱 黯然了再叫 呀好呀 我们又在一起了 月凤把韶华抱住 用头去顶他的位 往床上拼命顶去 两个人挤在床上笑 今天晚上跟你讲个够 月凤撑起身子来 将放在韶华床上的行李包打开来 背包里的衣服 梳子 长裤被他丢出来飞到天上去 月凤脱下鞋子 韶华顺手把床上能裁的便鞋 向月凤丢了过去 月凤一只右脚踏下去 发觉是男人的尺寸一时就明白了 聪明 慢慢下沙发 把能裁的便携举了起来 笑向韶华眼睛中顽皮的火花一闪 韶华好似玉兰看见春旺洗澡时表情 用手慢慢在脸上 下巴下 往月凤挥过去 慢慢的挥 脸上一种噩少来 的风情万种 第二十五场 早晨 韶华房间 月凤 韶华 月凤散发睡在沙发上 手臂伸出来 放在一条灰蓝加红条格子的毛毯上 月凤太累了 睡得沉 韶华 韶华轻轻轻下床 轻轻拉了小皮夹 唯恐惊醒月凤 轻轻穿鞋 第二十六场 弄堂外公用电话 韶华 青年乞丐三五人 小剑 小剑怀孕的妻子 讲电话 喂 请接张部长 等 能才 口气亲爱 没事 不要急 没事 你别急吗 我只是想跟你说 我那个最要好的月凤回来了 对 你还是可以来 我们的事 此时小剑的身影已然进入镜头 有乞丐正向韶华讨钱 韶华把身体转开背住乞丐 我不预备瞒他的胃 等等 是我那个初恋的人正在走过 坏蛋 不是说你 还带了一个太太一样的人 当年我还为她自杀呢 韶华和小剑 小剑太太在镜头下一同出现 韶华挂了电话冲出去 拍了一下小剑 两个人又推了一下 老朋友重逢式的笑 沧桑沧桑的音乐在小剑与韶华重逢的时候流过 当年的小剑身边已有了妻子 岁月的变化都很明显了 第二十七场 日 理发店 美容院 韶华 岳凤 两位理发师 顾客七八个 小小的烫发店 已经坐满了那三五张椅子 韶华和岳凤坐在椅子 烫发椅 后面靠墙的进口处等着 收音机里正放着周旋的歌 那首一良人 在大气中喜气洋洋的飘着 三号理发师在吹一个女人的头发 手势顺着旋律一上一下的 另外两个美容以上的女人 一个在背师傅梳头 她的手一直往后面夹住的爱丝头 那一团摸来摸去 另一个师傅输得起劲 看见顾客的手去摸她的工程 很被侵略了似的用上海话在说 师傅 扶要动 扶要动 韶华静静低头打一件暗藻红色的毛衣 方才打了一个手指那么宽的下栏 岳凤在膝盖上瓶放了三小指口袋的糖炒栗子 用报纸壶的口袋 岳凤把那三个口袋的栗子 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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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倒进她右边外套口袋里去 把空纸口袋往韶华移送 说 上面有字耶 看不看一着剑 韶华不理会她 同时把那件毛衣 朝理发店门外逆光的方向比了一下尺寸 岳凤那句看不看 接下了韶华这个动作 他自己嘛 吃一颗糖炒栗子 把壳当心的不丢到地上去 顺手放进了左边的口袋 我那个死要救国的 我还是想他 没心没肺的革命分子 矮 还是爱他 不 一颗糖炒栗子 又包出一颗糖炒栗子来 自己看了一看 往口里一丢 又有了男友的联想 呸 心给狗吃了 打毛衣 岳凤 是不是女人的身体都跟着心走 平静 若有所思的 你什么意思 我是说 你跟你那个小勇 有没有 平静地 思索的 哎 默认了 你呢 你跟那个大拖鞋 仍在认真思索 我在想 到底女人的身体是不是总是跟着心走 我是这样的 可是男人绝对不是 好大声哦 三号刚刚吹好一个下了美容椅子的顾客 这边师傅就喊了那周璇的嗓子仍在空气中飘 三号 这位小姐烫头发 农照顾照顾了 下巴往岳凤方向指 他的手不咸 快一点了 三号是个身具喜感的师傅 他向岳凤做了一个请 的手势 把手中毛巾往自己肩上一甩 好似表明了他的技术和自信 那长长辫子的岳凤 天不怕地不怕的岳凤 看看韶华 一只手拉住韶华 好像叫韶华陪死一样 上了烫发椅子 一手抓住 一手抓住扶手 一手抓住韶华 这些动作都是在大镜子里看见的 下一个镜头 纳月缝的满头头发 已被数十根由天花板上接下来的电线 掉了起来 掉在空中 好像一把大扇子一样全部张开 哦 呼 叹息 要是现在炸弹掉下来 也逃不掉了 韶华变成十分稚气 他看见岳凤被掉起长发来的样子 自己耸耸肩膀 摸摸短发 庆幸自己不必被掉上去 三号 坐好 坐好 要烫了 坐好 好 我们这种爱情 指韶华又指自己 只用手指动了动 因他不能移动 动物 即使要见的 是 又指 你的恩 又想用词了 爱人 我男朋友用语也要紧张的起化学变化的 看我要变了 砰 岳凤心里紧张 那垫头发 配音就炸开了 此时镜头是岳凤正面 岳凤主观眼镜子中 赵华连人 带毛线针 毛线衣 毛线团 笑扑在一个男人的身上去 赵华出见能才时 就是镜中看见 岳凤此时镜中出见能才 聪明的岳凤一看那情形 当然知道来者是谁了 这一狼狈 一把抓起肩上的毛巾 囧的尖叫 第二十八场 早晨接近中午 韶华半开的门中 韶华 岳凤 于老板出场 于老板听见他 隔邻房间里 有两个女人清脆又紧张的声音 他背了布包 正要走进他的房间 你当心当心快呀 紧张的喊 韶华用一支烫豆 把岳凤的头发平铺在桌子上来回烫直 当然 岳凤此时是 半蹲着 不舒服 快举起来要浇了快呀 韶华又自己烫 又放手 又去烫 咯咯的笑 于老板看见这一幕 呆了半秒 哦这两个女人 那个看我的人是谁 韶华抬头看 放了烫豆 你当心呀 门外于老板已经走了 于老板接近半跑的又出现在韶华房间口 手里举着一个夹子 于老板 喊得好亲切的 神小姐 我有一个好货色 用这个 烫豆太危险了 这个东西一加 头发就卷起来了 惨叫 好不容易快烫平了 他又要来家 呀 韶华你拿起来呀 韶华手又停了 两女咯咯的笑 于老板不太明白 手里一只烫发夹子 或者 也傻笑看韶华 脸红红的 脸红红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